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三国人物,若论后世风光程度 就连被神话的诸葛亮恐怕都无法与关羽相比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后世皇帝给的嗜好 所谓嗜好说白了,就是后人根据其生平事迹或特点 用一个字或几个字给出一个评价 但是这个评价有好有坏 因此,嗜好也是分类别的 一般为三类,美式、平式、恶式 比如汉武帝的嗜好是孝武皇帝 这武皇帝则是属于美式的 有称颂其文治武功的意思 而像周历王的历王则是属于恶式的 说明后人对他的评价是批评的态度 再比如,汉哀帝流星的嗜好是孝哀皇帝 这哀皇帝则是平式 代表后世对他的同情 今天我们着重来看看 关羽死后,被后世的N个皇帝追奉了13个嗜好 每个嗜好具体是什么意思 这些嗜好的变化让人大吃一惊 除了13个嗜好之外 关羽在活着的时候被封过两次 一个是汉寿廷侯 一个是钱将军 汉寿廷侯表面上是东汉朝廷汉宪帝流邪封的 但是实际上是曹操奏请封的 因此说白了,那就是曹操的意思 不过是盖了个汉宪帝的大堡而已 此处足见曹操对关羽的重视 钱将军则是刘备称汉中王之后封的 这个职位是刘备集团的最高君子 足见刘备对关羽功劳的肯定和褒奖 回顾这两处情况的目的是 大略了解一下关羽生前的情况 以便对他死后的嗜好有更好的理解 从历史跨度来看 关羽被封嗜好大体情况 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封侯 关羽死后被追封的第一个嗜好 叫壮谬侯 此嗜好乃是刘缠追封的 可以说是关羽的第一个嗜好 也是历来受到争议最大的嗜好 原因是有人认为 这个嗜好中的谬字带有贬义的倾向 也就是说 刘缠给关羽的嗜好是恶事 那么关羽这个嗜好到底是什么意思 根据字面意思来理解 所谓壮谬就是五而不遂曰壮 名语时爽曰谬 不过按照追尸的标准来看 其壮字有多层意思可以理解 比如战功卓越视为壮 武力过人也可以视为壮 克敌至圣同样视为壮 甚至连战死疆场亦视为壮 总的来看关羽的情况 其实跟这个壮子还是比较匹配的 比如其勇武的能力 水焰清军的战功 甚至败走麦城被杀的结局 都可以用壮为事 因此结合关羽的平生事迹来看 关羽是壮大概有两层意思 一层是对关羽平生成绩的肯定 但另一层却也有惋惜的意思 此惋惜主要是指他发动樊城之战 在短暂的威震滑下之后 就以惨败收场 虽然其武功和能力不错 但是却没有取得圆满的成绩 故曰 武而不随 再由μ主要指名气和实际不符 就是名不符实 为何这么说呢 一方面是指关羽在蜀汉的地位 位列蜀汉第一武将 另一方面是指关羽在三国时期的名气 受到了诸如曹操、周瑜等人的高度评价 但是结果呢 关羽并没有打出与自己名气相符的成绩 结果还落了一个不得善终的结局 故为名语实爽 从状、μ两点来看 关羽之状、μ的嗜好 严格来说是不能算作恶事的 流禅的追逝是相对比较客观的 肯定的同时带着惋惜 应当是平逝 第二个阶段 封王 进入宋元 关羽的嗜好级别进入封王阶段 关羽死后 被追逝的第二个嗜好 叫义勇武安王 追逝者为宋代的宋徽宗、赵琪 从流禅到宋徽宗 这个时间跨度是比较大的 但是级别却提高了很高 从侯到王 所谓义勇武安王 大略意思就是忠义、勇敢、无能安国的王 这个嗜好绝对是美嗜 但是到了宋高宗、赵构 他对关羽追奉的第三个嗜好 不过,他给关羽的嗜好 则是流禅和赵琪的结合体 为 壮谬义勇武安王 等于是同时认可了流禅和赵琪两任皇帝的追逝意思 于是 这个嗜好又回到了平逝的状态 关羽的第四个嗜好 来自宋孝宗 从宋孝宗这里开始 关羽的嗜好字数 基本就开始变得多了 壮谬义勇武安英济王 多了一个英济 但是意义就不一样了 英乃英雄 济乃济世 关羽这回不但是忠义勇敢 而且还英勇济世了 宋朝被追逝三次 一次次都在提高 到了元朝时期 元文宗对关羽进行了第五次追逝 级别更是高于宋 为写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元文宗把之前的壮谬去掉了 而改为写灵 这就具有了一定的神灵倾向了 第三阶段 初级封帝 进入明朝 关羽被追逝两次 在总追逝数据中为第六和第七次 明神宗对关羽进行了第六次追逝 为三界浮摩大帝 神威远镇天尊 官圣帝君 可以说 关羽被追逝的分水岭 就是来自于万历皇帝这个追逝 让关羽直接从地上到了天上 从人成地 被送上了道教的神坛 明司宗对关羽的第七次追逝 为真缘显应赵明义和天尊 这个嗜好虽然没有上个嗜好字数多 但是分量却极其足 从帝君到天尊 天尊乃是道教神仙中的最高级别 关羽被追逝的地位 可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第四阶段 高级封帝 第八次追逝的嗜好 来自清世祖顺治皇帝 他给关羽的嗜好为 中义神武官圣大帝 此嗜好虽然没有万历定和明司宗的长 但是却发生了质的变化 此变化则是官圣大帝 结合之前的追逝 清朝时期对关羽的追逝 可以说是元朝元文宗的升级版 在刘禅和宋朝时期 关羽的嗜好还是比较接地气的 从侯身为王 尚处于人间状态 但到了元的时候 一个显灵意用五安英济王 让关羽充满了神灵气息 不过元文宗给出的嗜好 还是人神结合的状态 到了顺之地时 就是人神结合的豪华版 关键点在于大帝 大帝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是针对皇帝而专用的嗜好 益州书《誓法节》有言 择天法饶约大 比如黄天大帝 帝乙大帝 盘庚大帝 吴丁大帝 大圣祖 高尚大广道 金雀玄元天皇大帝 唐玄宗对李尔的追逝 古代史上唯一被追逝的圣人等 第二层是道教中级别极高的神 比如三清大帝 三观大帝 冬月大帝等 由此可见 在清朝顺治时期 关羽被提升到了一个双层高度 在人间 被提升到了和杰出皇帝同等地位 在道教 则提升到了最顶端的神体地位 到清世宗雍正皇帝时期 关羽被进行了第九次追逢 不过这一回不但关羽被追逝 连关羽的祖辈三代都被追逝 这可真是应了那句俗话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关羽被第十次追逝 来自清高宗乾隆 世号为中义神武灵幼观圣大帝 乾隆在顺治地的基础上架了一个灵幼 原本灵幼是大元禅师的名字 唐朝时期的佛教高僧 是韦阳宗中国五大禅宗之一的创始人 当然 在乾隆的追逝里 除了佛教因素之外 其灵幼当还有神灵庇佑的意思 这也符合古代帝王的思想 都想得神灵庇佑以保帝国王朝的长治久安 关羽的第十一次追逝 来自清仁宗嘉庆皇帝 世号为中义神武灵幼仁勇观圣大帝 此世号比乾隆多了一个仁勇 仁乃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 因此 这就等于是关羽身上增加了儒家的因素 至此 关羽成为儒士道三家通斥的神灵 清宣宗道光皇帝 对关羽进行了第十二次追逝 为中义神武灵幼仁勇危险观圣大帝 此世号比上一个又多了两个字 即危险 所谓危险 大约就是威力险世 或神危险灵 这其实也暗含了道光皇帝的诉求 因为 此时的大清国已经不是康乾盛世了 帝国开始走下坡路 困境重重 只好求助关羽显神灵必有帝国的发展 清德宗光绪帝最后一次 也就是第十三次 对关羽进行追逝 世号为 中义神武灵幼仁勇危险护国 保民京城 随敬意赞 宣德观圣大帝 这个世号虽然来得晚 但是却最长 大概是古代史上最长的世号 比起上一个 此世号多了护国保民 京城随敬意赞宣德 这其中的意思就更加明显 祈求关羽能够成为清朝的帝国保护神 也说明清朝日薄西山的状态 但大清的衰亡 其实多加几个字的世号就能挽救的呢 结语 从关羽被追逝的十三个世号过程来看 关羽死后是经历了四个阶段 即流禅到宋的由侯而亡 再到宋到元的由亡而胜 再由元到明的由圣而地 最后实现从明到清的由圣而天 三教通神